三月份为春暖花开 大地重启生机的月份 各县市政府也会迎接植树节的到来 举办相关系列活动 为友善土地尽一份心力 而今年宜兰县政府 未重视植树减碳及生态保育 与林保署宜兰分署 举办一系列植树减碳 跟我一起集点树植树活动 并于本月八日在郊西乡乌沙国中 与当地学童和社区志工团队 一起种下古链 无心石以及春不老 期盼用植树绿美化 来恢复校园原有的绿意暗栏及生态景观 四节国小谷队 以精湛的谷义打向活动的开场 紧接着由无沙国中戏曲社同学 以环境永续教育议题 创意地融入戏曲情境里 并带领台下师生与活动嘉宾 欣赏在地文化特色之余 也借此宣导植树减碳与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并小学童为土地种下小树苗象征友善环境 从小做起 此次植树节活动安排无沙国中为释放学校 学校原先种植多种树木 本是师生乘凉休息的地方 但因树木被诊断出核根病感染 校方生怕树木会倾倒影响师生安全 与伊兰县政府的协助下 112年办理移除树木 目前经过土揽薰针作业观察期 已达5个月 配合着3月植树节活动 伊兰县政府与校方师生 社区机关团体志工 为校园重启绿美化 尽一份心力 也邀请所有乡亲民众 在春天这万物复苏的好时节 一起植树减碳爱地球 以上新闻由正深记者陈冠宇 采访报导 一起植树 赞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